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后修告诉我 因为我要到大陆去办事 办事的话 张妈妈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他是说为了如何管的话 这些有些要隐私啊 便利就是 你这咕噜的太多的话 也不会怎么方便 不方便就是说 你如果要喂药 也是这样把它动 一旋开来 整个都扑露出来 整个扑露出来 而且隐私也好 病人冷啊 或者是天气太冷的话 这个地方也都出来了 对不对 他说你去想一下 看怎样又能够保证他们的隐私 又能方便操作 我说好 我考虑一下 我们共同来考虑吧 把这个地方开个口 这个打开一边 就可以喂牛奶 打开两边 换药和换馆子 换药也还可以 他们都换馆子 换馆子 那个工程比较大 是不是好呢 正好黄主任 做好那天 我说你试试看 可以试 诶可以啊 我说 那就成功了 这是膀胱造罗管 或者是尿管都可以 就是把这个拉链把它打开 把它换到 这个 又能保证病人部分门道 因为这个把它两条腿做好 保住 这个管子 就是这里可以换 也可以 换药啊 就是说治疗啊 都可以 这个都好 因为这个第一代 这个地方是圆的 圆的话呢 秋毯还可以 换药或者换馆子 真有一点卡卡的 这个地方就把它拉下来 反而也是换圆的 我就说把这个地方剪开 剪开以后 范围不要太大 正好是这个管子在这个地方 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在这个地方 又好换药 又好换管子 又好换管子 因为我们家脑烟穿了 实体用的话 还不错 效果还可以 只是说我们自己用的话 还可以 就是操作方面 病人穿的也比较舒服 因为他们也不会感觉到 自己的隐私啊 什么地方都扑落在外 就有他们很 他还很开心很高兴 就是说 要保证了他的那个 隐私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还 还OK 这边是一边 这个的话是说只要开一半的口 就可以 开一半的口 就可以外牛奶 就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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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